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本佛经早晚各颂一遍就叫早晚课 看到佛像膜拜或参加一些法会就是佛弟子 但是你每天诵经拜佛抄经或却寺庙做法会 尝尝你家的人就不认同你 然而他们并非不认同你诵经 而是不认同你的做法和为人 是你做人差 释迦牟尼佛难道是这样教你的吗 你不要会错意 以为你家遇到大大小小的事实 只要诵经回向就对了 你越学越傻 你家那只宠物长狮子 难道你诵经 狮子就没有了吗 有的人学到最后就会这一招 没有学佛的人怎么会认同你呢 你连一个外行人都说服不了 诵经 是要让你明白经中的道理 读经 不懂经中的含义 当然是不对的 同理 叫你每天诵经 不是叫你只诵而已 你懂 就要做出来 你做不出来 就是自欺欺人 所谓做出来 并非只参加法会 或者到一个清静的地方打坐 坐残的人 不要小看诵经的人 虽然两者形式不一样 事实上是一样的 我不是叫你不要做 而是除了做那件事之外 你平常待人接物 就要展现出来 你到底是怎么做出来的 你凭什么教你的孩子 你讲不出来 就是个不负责任的父母 如果你不会教就要学 你不会做人做事 你就当看论语 儒之本 儒家的根本从哪里下手 我读论语 君子物本 这几个字影响我很大 物本的本 不是本体 而是根本 即要从根本开始去做 大学曰 物有本末 事有忠实 其中 本义是此义 即有如源头 饮水思源 终归大海 大海即是末 故论语一开始就谈 孝涕也者 其为人之本于 从孝涕开始做 开始行 最后变成一个君子 但比较明确的说法是忍者 古谈经中 六祖尊称别人 为忍者 一个真正的君子 论语的学而篇 总共十六章 一个字一个字 教你要行孝 替 忠 信 礼 义 廉耻 从家庭开始做 最终 变成一个忍者 一个忍者来学佛 会变成什么样的人呢 他已经达到 诸恶莫作 众善奉行 甚至境界彼此还要高 君子物本 之后便 本利而道生 人道 由此而生 回归我们学佛的 学佛的根本是成静 成为内在 静是外在的 古曰 成于中 行于外 你没有诚心 就没有办法学佛 你的诚心诚意 学佛吗 你有诚心诚意 对待自己 对待别人吗 这就是我们讲的老实 诚实 你没有从这里开始做 高深的道理 你纵使懂 对你也没有用 因为你不是那样的人 而且你也不快乐 我一骂你王八蛋 你就跳起来 弹劾 缘起 性空 成心 佛经用至成 两个字 八大人绝经 一开始讲 要至成送念 你要有这样的成心 所以 从此处开始 再展现出来 你对别人成敬 才能真正 生起忏悔的心 你要好好忏悔 像这一章 就是忏悔品 忏悔完 你才真懂 你在归一 持戒 这叫三规五戒 你愿意理尽 释迦牟尼佛 从三规五戒开始 接着 你要深信因果 透过文思修 展现出界定慧 末 就是最后 变成一个觉者 文后思维 做人学佛 你是否有从根本做起呢 心平 何老持戒 行职 何用修缠 感恩六祖会能大事开始 感恩达官师父教会 感恩您的聆听 感恩生命中的遇见 优优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